大家好 我是房大叔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在地桃园人 少年离家老大鬼 今天我要用一个桃园人的一个角度 跟各位来分享跟开箱 我们全台最美的图书馆 总图图书馆 总图图书馆 桃园总共有13个乡镇市 其中中立跟桃园的人口都超过40万人 是台湾少见的双核心都市 桃园市人口中的桃园 分成以中立 杨梅 平正 观音 新屋为主的南桃园 加上以桃园 龟山 巴德 大西 卢族大园为主的北桃园 桃园原本就是以工业历程 在过去的50年间 我们陆续拥有了34个工业园区 全台500大的制造业 有超过三分之一在桃园 为我们台湾创造了一个 Made in Taiwan 在国际的美丽 每一年为台湾所带来的总产值 超过新台币3兆 也因为桃园是国门 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推动航空城都市计划 它的目标是成为亚太的经济中心 预计未来会带来30万以上的一个就业人口 以航空城为核心 推动了三星六线美好十线 将原本的双核心都市再添入了航空城 增加为三核心都市 然后利用了绿线、红线及未来的中线捷运 来整合台北、新北跟基隆、桃园的交通网路 称为一日生活圈 也因为了这个规划 将原本一直有文化沙漠之称的桃园带来的改变 终于我们北桃园不一样了 终于我们有了做真正的图书馆 终于我们有了做真正的电源 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心灵的寄托 现在让我们来参观桃园市立总图图书馆 它的占地面积有五万一千六百平方公尺 是桃园最大的图书馆 是全台最大的解碳图书馆 它的规划是地下二层、地上八层 它具备了点唱、阅览、查询、商业、文创与电影院 还有主题餐厅等多元功能 整栋的建筑空间是以生命数为出发点 结合在地环境与环保节能的一个理念 打造出一栋会呼吸引满绿意的绿建筑 构成生命数的五个要素 第一个是圆锥状的环保节能通风采光景 从一到八楼引入自然光线 藉由中庭良好的排气通风作用 与感应式的居住空调系统 用此来达到节能环保的功效 第二个 知识螺旋 内部结构以知识螺旋为概念 输库及阅览区 环绕着圆锥状的采光景盘旋而上 一到八楼 它分成四个单位楼层 呈现了一个知识与楼层的交错 重叠和螺旋的概念 每一层楼都有属于自己的知识螺旋区 空间与采光的运用 与阅读的舒适体感 让读者尽享畅游舒海的乐趣 周围种植的盆栽 绿化环境 打造着与环境共生共融的和谐概念 第三个 绿色螺旋 一大屋檐直载打造了建筑物外观的绿色螺旋阳台 可置公园连结到图书馆的屋顶顶楼的庭院 未无我们的空间带来了要动活力 也能与公园的利益取得和谐 让你在阅读的空档也能静享阳光 第四个 环保外皮 环保外皮以木纹肉液的副成式玻璃 阻绝了乐讨效益 使我们能舒适无忧的去寻找知识的真谛 你知道外层的环保外皮是如何制作的吗 是印刷还是彩绘 知道的 请在留言区留言 跟我们分享 第五个 书价耐震币 书价耐震币是因应地震危害所精心设计 让书价有如被群树环保般的安全 也与基地外的艺文中心公园 产生了相悟的辉意 其实 它不只是图书馆 它在一楼集合了 有咖啡厅 两屋书店 还有台湾的传统异曲 跟电玩 与星巴克 未来 我们会在这里举办着各种主题的展览跟讲座 希望串联着艺文与阅读 树立城市阅读品牌的一个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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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看完 桃园市立图书馆 新建总管 知识是以物为本的求真 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求善与求美 物家人知识加文化就是真善门 真善门是一条线 它由无数个点连接而成 点是抽象的 线是具象的 思念意志 憧憬和骄傲是抽象的 但是这条线使它们具象 把艺术和人群连接起来 把知识和力量连接起来 把容的意志和土壤连接起来 把成家的梦想和现实连接起来 把人与人连接起来 它从你的心出发 以节能、环保、减碳的施工工法 为设计与概念跟要求 加上以生命术为主题的设计核心 以上就是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新建总管 为我们北桃园所带来的一份心 与一份力 与桃园能的一份骄傲 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新的桃园即将抵达 欢迎大家来桃园玩 桃园我的家 一起来住桃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